這是世界最可怕的一個人,不管你沒有本事,你的敵人根本不理你,這對你是最大的危害。 你的敵人都不理你,所有男人都不尿你,你多慘啊! 就像班農他爹說的句話,看一個男人就看他的敵人是誰。 看一個女人,情敵是誰? 你的情敵是萬民,那肯定他差不了啊! 你就想想吧,你的意見,趕他差遠了。 他真的差好了。 真的啊,你先看看,人家的目,我連情敵都沒有。 我更慘了,我直接到,他們討論,中國人怎麼做得了? 他那個錫紙,他那個防撞,特別那個支架啊。 他後面是金色的,前面是那個,特別那個玻璃的。 金色是,他時候會發出光紅維線的,防滑的。 他那個支架,就後面那個支架啊,中國做了大概二、三十年,做不了。 日本就花了三年就給功課掉了,日本支架,就把那個攝像頭調整。 就那個支架,你先想,就那個鏡頭,幾億個。 哇,這天! 所以那個打火機,咱們都搞不了那個芯片。 你說,中共國你不吹牛嗎? 但為啥知道不?咱們所有人都有這個病。 中國人永遠急攻進地。 從來是,掛羊頭賣狗肉,搞房地產的去搞水泥, 然後呢,就賣牽住材料。 就中國人沒有忠誠,沒有任何奉獻。 而且任何事情不願意等待時間,就不願意給時間。 有任何的妥協,就是要偷、騙、得到。 我在爆料革命,我第一個站出來的人, 第一個我推特的關注人是誰知道嗎? 是誰知道嗎? 趙紫陽的女兒。 第二個就是爆童。 然後爆童說我是他老師。 對吧? 真的,中國民主流私人的爆童是最早發起的, 是以法治為名。 對吧?然後是張少華。 就是趙紫陽的寫書那個叫《論決定法決定》。 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就他寫。 然後這個張少華的老婆, 就是四通的董事長的小姨子。 第二是老婆。 第二是老婆。 這都有群态的關係啊。 所以在講六四的時候很多人, 就把那幾個人都騙了。 但是日本交易所的老闆, 跟那合作者, 就是88年開始, 就是要追求法治的人。 你學的我們爆料革命那麼簡單嗎? 谷歌讓你知道的都不是真的, 重要的真相都不讓你知道。 這是谷歌的。 Eric Smith跟我那麼好的朋友, 我說你告訴我, 谷歌為什麼會成功? 他說谷歌就會讓你把謊言當成真話, 真話讓你不知道。 你怎麼會這麼幹呢? 他說沒辦法, 我要活著。 以後這些政府把我就幹, 我每個國家都不讓我進去, 我怎麼幹? 他說你看看, 我每個城市都有個女朋友。 他說如果要是, 讓真話大家都知道的話, 那我到每個城市, 我都會被警察抓起來。 他說全世界最開心的就是警察。 他說你知道嗎? 所有的虐童, 強奸、文奸、 殺人、萬物, 都是有全世界警察包括。 他說我這種人, 警察的事情上你們知道嗎? 不可能。 哇塞, 這是Eric Smith, 你可以錄下來, 拿上去放棄。 他親自跟我說, 而且我們一桌上去, 包括當時的, 那馬鈴, 真沒人知道馬鈴是誰的, 怎麼想批孩子, 他老跟他講英文, 人家沒人看的, 後來知道叫馬鈴。 中國十四億人, 唯一海外, 在中國人要快知道自己要死亡前, 他唯一能回頭看一眼, 就是咱心中不聯盟。 這是很可怕的。 就在黑暗之中, 你突然發現有一束光, 你能看到, 你回頭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 不管他在乎在乎, 你都沒得選擇。 你去找, 就像我今天說的, 咱不是侮辱人家, 所有的人家認為, 就是新中國聯盟, 就是日本人, 就是去, 一生機會大半時候 都跟外國人在一起, 但我就是覺得中國人好。 因為我說, 我就看到香港人, 台灣人, 我這腦髒時, 我也開始也這麼認為啊, 到海外的時候, 哇, 中國人是最危險的, 是啊, 不要跟中國打招, 對啊, 喝了就是見到了大師。 他說文貴, 你現在, 你這個從看守所出來, 幫你最多是誰? 我說香港, 愛馬仕, 法國, 歐米嘎, 美國coach, 夏婷女士。 他是華人, 是外國人, 我說華人。 現在你最喜歡的是誰? 李祖元。 他是華人啊, 還是美國人啊? 我說華人。 你覺得中國人, 都能像台灣和香港一樣, 你說中國人, 人中有問題, 沒問題。 中國生育有問題嗎? 中國人的每次放出的男人, 當時啊, 這說的是, 300萬到500個鏡子。 白人一般來講, 就是50萬個鏡子。 就你那個老公啊, 就你那個德國老公, 他就50萬, 多不差10位啊, 是吧? 所以生育率是事情最好的, 性生活時間堅持最長的, 女性子屁股時間最長的。 他說, 你如果用一生的性生活時間, 就是黃人是時間最長的。 你那三秒夠長, 我才三秒。 你那三秒是三秒鐘, 你夠長了哈, 小福利已經夠享受了。 所以說, 所以說, 哎呀, 從來沒想過。 然後他我跟你講講, 蒙古人怎麼來了? 女真人怎麼到了東北? 槍族人怎麼到了東北? 鮮卑人怎麼到了東北? 冰河時期如何有東北人? 然後我再告訴你, 什麼叫高麗人? 2500年, 世界出了四大聖天。 他是我們所說的老子孟子。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時候的老子孟子, 就是知道中國的文明, 是北冠部, 南半部, 沒有中國東西南北, 只有北部和南部。 北部就是東北, 南部就是南部。 南部叫什麼? 今天說的廣東, 這叫什麼? 咱俗話都說, 南部是什麼? 蠻雲之地, 南蠻子。 北方的文明才是, 當時是冰河時期, 後來就發生了。 你看不起, 東北人是胡扯的。 而且東北, 東北作為一個世界上的一碗水, 一碗糧, 一瓷水。 這是在東北, 是救了多少次中國人的? 對吧? 哎呀,我是有道理。 後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是吧? 看著中國人就不一樣了, 這就叫智慧。 就是找到事情的真相的辦法, 這叫智慧。 所以你們在直播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 不要強調我們聰明, 強調智慧。 智慧不是利己的, 是利他的。 利他的, 你自己當然好, 你沒能想到利己, 讓自己好, 讓別人都死了, 就好。 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別人好了, 你才好。 就現在咱說著無人, 不可能你們都窮了, 我有錢, 這麽可能。 你們都有錢了, 我沒錢也沒事啊, 我暫時你們能讓我餓死, 你的飯不讓我吃, 是不是? 你這麽想的話, 這就叫智慧。 但所有人都想到, 你這飯都讓我吃了, 你最好別吃, 這是愚蠢至極的。 這就是共產黨現在搞的, 叫做子宮經濟, 把子宮拿出來賣了。 欠揍了。 他爲什麽會值錢? 是吧? 你只有三萬人, 你跟康安貝斯說, 康安貝斯說, 康安貝斯就是個交易所, 康安貝斯是個交易所, 所謂的4000萬是過去累積沒有KYC的結果, 全是偷計的平台, 人家跟人家說是犯罪的平台。 康安貝斯的產量, 康安貝斯所有的過去十年的積累, 幾乎99%的人全都是沒有合法的客戶。 這是很可怕的。 這就爲什麽今天你看日本那個, 日本還沒批那個HCN美國用了, 日本用了, 如果要用什麽? 如果今天我們告訴基金說, 你們可以放開來買, 今天絕對是直接掛單就上1000, 不會再回到1000, 一定是1000, 爲什麽? 大家知道爲什麽它會掛1000? 如果你們說基金呢, 告訴我爲什麽會掛1000? 你先參與一下, 爲什麽今天如果日本政府同時批准你, 把你名字更成交易所了, 收購這個交易所95份, 它同時說HCN在日本可以隨便交易, 日本公民, 你告訴他爲什麽有基金, 如果允許基金, 你可以入場的話, 直接到1000掛單, 爲什麽? 流動性不足, 沒有賣單嘛, 一買就上去。 你真沒, 八十萬沒百倍, 真沒百倍, 這就是阿甘就說的, 非常準, 所以講它沒有人賣, 我掛的1000上去以後, 我的基金, 比如說我金有十萬個幣, 我的十萬個幣, 就過去是買的, 是一塊錢一個買的, 一毛錢一個買的, 我直接就是一萬倍啊, 我基金上賬上我, 你們這人知道我傻的, 傻的那把錢給基金, 是吧, 我收你的錢, 掙我收你錢, 賠我收你錢, 我現在告訴你, 我掙了, 我掙一萬倍, 我說一萬倍那百分之二十是我的, 這個幣你買多少錢? 你買的是一塊錢比如說, 一萬倍, 你是掙多少錢? 一萬塊錢, 一萬塊錢那就是, 現在裏邊的百分之二十是我的, 知道嗎? 這就是, 所有基金, 咱們阻止它, 你不能這麼弄, 你不能弄我就把你給你幹出去, 所以說今天基金都是沒有賬上, 所有交易都是咱百分之百的散戶, 全是咱散戶, 像四十幾萬啊, 你是開玩笑多大的錢, 四十幾萬, 這三萬的客戶場裡面, 今天, 一千兩百萬, 一千三百萬的交易, 但是你去想想, 如果他要達成四千萬的客戶數, 他今天是多少交易啊? 今天可能就是達到幾百億美元, 的交易, 而且沒有基金入場, 這就是個常識吧, 所以他為什麼會值錢? 這今天要告訴大家, 這個幣, 它是完全可以作為金融工具, 延伸很多頓水, 沒發貸款, 沒有這個抵押, 而且沒有任何基金操作, 沒有任何金融產品的操作, 完全是價值, 而且是流通性, 非常小, 他說漲一千塊錢, 是一分鐘就上去了, 而且永遠不會再會上去, 因為他上去以後很難, 你出來多少我買了, 我買完以後, 我就永遠是我一千美金的價值, 只能漲不回家, 說咱必要釋放, 咱一釋放就給他釋放下去了, 錢都在咱手裡了, 咱也不釋放, 人家肯定跟你玩下去, 所以今天就是日本這個, HCN如果是, 你隨便日本買的話, 日本有多少呢? 日本有多少數字貨幣的用戶? 誰知道? 三百多萬, 三百多萬? 好, 這是新中國聯邦秘書長, 在宇忠, 你說兄弟, 別嚇懵, 小飛將, 你知道嗎兄弟? 誰知道? 這支付都是搞大直播的, 五百六十萬, 官方日本數字貨幣使用, 實際八百萬, 世界第三大數字貨幣交易師, 八百萬裡邊的百分之六十人, 是日本的老年人, 多少知道嗎? 曾經, 最高的日本人直接投資數字貨幣, 五千億美元, 日本現在零細貸款, 如果HCN在日本開展起來的話, HCN的交易會達到這塊兒, 知道嗎? 這是, 就是一行年交易金融廳的哥哥說, Miles Go, 我可以告訴你, 你百分之百不會過去這個交易, 日本政府不會批的, 他說我從來沒見過共產黨那麼瘋, 大島上起來, 九點半, 放我們金融廳一個, 中國大使館到日本的政府部門發這個外交函, 你知道什麼幹, 那是犯罪, 你發給外務省, 你怎麼跑我這家, 他說不可能的事情, 一天一個, 他說你知道他們都瘋了, 他說我報給我們, 就是日本的政府, 日本政府說, 你當中沒看見, 他說怎麼可能跟你批啊, 我說我告訴你, 一定會批, 怎麼樣, 今天你們看, 他們先過了, 咱們那個戰友, 他媽媽過我說, 他過去讓我最近有點抑鬱了, 因為每個月都要開支啊, 很多人呢, 裡面就倆中國人, 楊跟蔣是一個半, 那個還是混血兒的, 全日本人吶, 包括咱們老班長, 在那吃飯的俗俗給這人, 我說一定會過, 你放心, 我說政府馬上說, 批准, 九十交易權, 更明, 你看到公開了, 我都沒說吧, 我相信, 你找長長哥說七個沒飯吃了, 那我讓七個吃啊, 我七個手指都不得跟換換飯吃, 那肯定他不讓我餓著啊, 都是可以驗證的, 而不是說, 中國人叫什麼藝術歷史啊, 什麼青史傳啊, 混蛋至極, 你見到清朝哪個廢子來啊, 是不是啊, 你見啥都是胡編的嘛, 是吧, 我說這事情, 這都是現在存在的, 你可以去驗證去, 方明明有沒有跟換錢記11808, 你驗證不了, 是吧, 但是這個牌照你都可以驗證, 這數字你都可以驗的, 沒有幾個日本人能知道, 日本的數字貨幣市場的優勢和啥, 我們當時要買這個牌照的時候, 他們覺得我們是神經病, 是吧, 今天你得看看, 如果是今天的牌照, 現在我給你10個億, 你在日本給我買個牌照過來, 給你10億沒啊, 100%你買不到, 沒有人賣給你的吧, 這就是咱們寫的, 你看, 搞的翻身, 搞的音樂, 唱到最難聽的歌, 錢掙了, 這你春就沒有的, 沒錢就沒錢, 這衣服就要造不出來啊, 對吧, 付不付? 我從小時候, 大家永遠, 對方打得一定要對付, 心服口服, 是吧, 口服繼續打, 而且讓你站好, 休息半小時, 沒吃的, 拿點吃的, 還繼續打, 直到打了你心服口服, 八道, 這是你那口吃的, 就直接打了, 哈哈哈, 你這讓人也幸福, 這是結果對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了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先讓長短隔練啊, 做好辦, 咱先拿努力一下, 我說那個早上有點像, 那個太急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給我一點兒朋友, 我覺得練前期是最酷的, 最酷的, 好, 練幾張開始,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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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把手, 我給你, 我給你那得, 你這個相當, 你自己做得, 哎呀, 你夠了, 你脆保一個了, 哈哈哈哈, 整個屁股, 你不要吃股了, 他真的有空氣吧, 你拿那個蟲子嗎, 你拿那腳步裏, 他在收地, 你肯定練過吧 你練過吧 你練過吧 練過 但是我覺得最早的倒閣不公平 你有那個人才 但是倒閣是非常反應很快的 非常非常快 真的很快 你看我們人腦子響了 就覺得自己會脆軟 實際上你是沒有練過 你是脆軟的 覺得很厲害 看到我有什麽感覺嗎 我告訴律師 這是我最贏的一天 我不是想贏這個公益 我是要贏的這個幹掉共產黨 大家會明白的對吧 這就是你們今天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你剛才 哎呀我天 他突然臉 太快了 人小了 人小 剛才律師都閃眼了在這了 就剛剛嗎 剛剛我剛簽完 簽完了 我就簽完了 20分鐘前 那您以後上班要多10分鐘了 哎喲 有 沒有問題 一個是短期不會離開 你覺得一個公寓要把我束縛住 影響我的心情我能滅公寓 那不可能啊 還有個樓啊 它有10個樓我都不會的 我失去了多少你們只是不知道而已 我們家一次68套房子 盤古大觀是560萬尺啊 是20個這個樓啊 我們普通人是 你們想的到 你們哪能想的 你現在你把他這兒衣服拽了 他會哭一下子 但是他就沒想到 我是被人家砍手指頭砍了 就是無數字的 那算啥呀 剛才律師想的啥呀 我說現在給我找個錢 我昨天就準備了 是律師 法官一直這麼幹 他們在恨法官 我說不是法官的事 是黑手 這個黑手背後就是共產黨 就這樣沒感覺 拉個臉沒拉的感覺出來 就你給省著 又回到正著了 你這兒穿穿 萬代人就是你的經歷就是 不同的時候就什麼都會想到 什麼都會想 哎呀我交太多人 你看這真的是 你找到以後你就很多什麼事 都是不一樣 我要沒有入鏡頭的本事 打坐這本事 絕對無聊天 郭先生就是經歷是 每天就睡這麼久 我們要睡這麼久 你看我手機昨天 你看我都一直看 一直看我一個視頻 但是有不打坐的時候 那腦子也跟腳步一樣 哇就走到眼飄 就是腦子不怕急 就差距從哪兒 非常非常 但是始終咱就像打坐 就有個病的心 啪我就問路定 路定幾分鐘我就啪過來 就是這個心的我 這才是咱要學的 每個人 你反正你 你跟那 你跟那 各個集團各個力 有什麼改的 是吧 我們要超出常人的經濟問題 不會任何事情 說分手啊 動物情啊 是吧 還有側情辣情人 都 都不能和滅共濟 只要想到滅共的事 什麼就是小事 想到我們沒打架 什麼事情都不重要 就是 6點鐘開完會 我瞇了40分鐘 我馬上起來 健身房趕快鍛鍊 因為今天上午太多會了 然後呢 趕快鍛鍊完 卡羅里一看差不多了 趕快上去 我們家都沒起了 我就已經鍛鍊完了 你有一天放棄 你就第二天 就第三天 這很可怕 所以說鍛鍊這個東西 都是個精神活 不是體力活 對吧 你有得戀 你跟它當翻譯 真的 你就像你翻譯五個小時 你想想 我一天十六個小時 一天十六個小時 特別在那個 木頭的那個凳子上坐著 我們一天只喝兩瓶水 不願意上廁所嗎 知道容易嗎 我要到夢馬去 待上一天 現在我都不去了 完全沒意思了 已經 我們要搞一個就是 為了當年的夢馬 整個Guggenheim 這樣的牛叉的建築 是激凡人 卡上去 到最上面就是我們G Club G Club上面就是我們 天頂一定是信仰之星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想想 我要用全部的一吨兩吨的銀 現場鑄造出來一個信仰之星 這個屋裡邊唯一的光 就是太陽和月亮 沒有任何的電子東西 進來以後人進來 咱們戰友們穿著激凡人 G Club 只有我們新中聯邦人 可以信仰之星踩進去 坐在非常棒的自己的沙發上 就從天花上 信仰之星 月光 陽光 讓大家享受 因為你們的付出 這是我第一次來講的 就是她的孩子 她今天這幾個孩子 她的孩子 是最大受益者 因為她從第一天你買 你現在她就會到現在逛 逛著逛她就長大了 長大了 她就開始在你這兒玩 玩一玩就成了參與者 參與者最後她就成了最大了一個 這就是你看到所有昭摩地家裡邊 我爺爺 我老爺爺 就像不是跟康尼一樣 我父親 當時這個中國的 就是末代皇帝補儀 要把整個博物館賣給我們100萬美元 你說 你氣死你了 但是人家就是經歷了這個 您說的是事實 這就是孩子 阿瑟他未來 他要到那個樓上的時候 他就是主人了 說你看我照片 我當年 我們這些人 在3C就這事兒 不管你多牛的 然後他站在這兒的時候 他說他就是整個這個裡邊沒有人不服氣的 就像你看Rack Owen Rack Owen的秘書那一站的都跟爺爺一樣 是吧 他跟Rack Owen一起長大的 他說他當模特兒的時候我就跟他 然後他創建Rack Owen 然後就Rack Owen 哇塞 這就不能行了 我的女兒一次特別刺激我的事 一個人在旁邊站著 然後呢 我說我特別喜歡康尼哈德 你看我剛買的康尼哈德 人家傳說 他說我父親是康尼哈德的副總設計師 那你想想 這當年在洛杉磯 那是他們的女兒小孩呢 我說這都有一二十年了 那時候沒有的時候 美國人覺得康尼哈德是土豆家的 哇當時那種尊敬的眼神咱都不一樣 然後後來成了朋友 我們都現在還是朋友 就是因為他就說了句 我父親是康尼哈德的副總設計師 你對他馬上光不相看 然後你要去到康尼哈德 我跟他們說 可以一些明年的後來你先看 哎我們就很願意 人家真的安排我們去洛杉磯啊 就在那三三不落啊 整個他當時那個第一家這種店 現在搬到下面去了 900號下面我 9000號 我去了人家 就是人家附近那等著 看那時候還不出你的東西呢 看一些首飾 哇我去後全買了 他就是那個 按著人家想想 當年我這個計算性起步 我根本開始 像你的孩子的時候 你看我父親是什麼人 就是用完的資源 我一直在想 就是我們能夠信仰之心 信仰之心在這個樓上 就是從這個麥克頓直升機 飛過去 永遠有我們的信仰之心發出的頭 屋裡邊一點電都不能丟 完全是私人之光 只要佔有一進去那個光 照在你的身上 你就真的覺得上天在覆摸著我 就你那種感覺 這才是我想想的 我這肉的肉 我這就是這樣 不呼吸的 不在呼吸的 很結實 很結實 很快樂 很快樂 可以啊 1 2 3 看看啊 再來一張 然後今天又出來一個人 Erik 最搞笑 我老婆 我老婆 我排第一 也敢說你老婆排第二 你現在還走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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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不太長 皇居比例 謝謝 這是 你這人 你跟爺平姐打聲招呼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會找飯 你先不及 你跟我說喜歡你們 我真的 我超級粉絲 喜歡你們兩個 喜歡 非非要你都說過 真的不像我 我們兩個一起吵 吵 你能給您發了兩 三個短信嗎 我一個星星 好高 我論真 我也不去 好 你這樣 你麻煩人 到底以為我是錯誤呢 我Erik 因為我太了解香港人了 這就是香港人 最可愛的 很真實 他們沒有任何裝飾的 但是你看 我特別 他們把兩個帶著 我特別喜歡 這孩子帶著 這些孩子 你只有來過你一院 和沒有來過你一院 一定是不一樣的 世界上有三個城市 就是紐約 倫敦 香港 現在香港已經結束了 是吧 紐約 倫敦你去過以後 你知道世界的能力 到底是哪回事 這就是 這就是 看到沒有 這就是回過來了 你給我喝 不讓他們喝 然後呢 你政府的你幾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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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你起草 發現一次這樣 那你起草 真的給我翻那臉 對你的安全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安全 他最討厭的事情 這什麼事 你給我們有 你沒有 他旁邊那臉 阿姨他都接受不了 因為我們家裡 很多都是紐約蘭人 你記得 他們在把一切都給人 如果他要發現 我和你們在那一起 我有水和你沒水的王子 這是王子 他就瘋了 這是我們家裡的文化 所以你們一定要記住 你們對我好的 最好的方式是對你自己好 對鄭陽好 對鄭陽好 特別要對孩子好 對所以今天還是歸你 你太大了 你給他好 在我們家對孩子不好 那就死門了 就我們家對孩子 絕對老人是排得比 孩子老人 孩子老人 永遠 這就是我們山東人嘛 典型山東人 加那個綠茶給拿了一些 進來的時候 我答應過悟空的孩子 喝那綠茶的 直播完 趕快 阿瑟你是兒童 阿瑟你是兒童 你 真的 我可以拍個第一視角 給發開特兒 拍個第一視角 發開特兒 阿堪離開 阿堪離開 回來 回來 沒回來 我就是這麼做做 要不然怎麼能是網紅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 來 哇 這個 謝謝 你這女子吃完男的 你來看看 看著你們很想找 為什麼不要 我晚上不吃 你是今天要吃 他要保持生產 今天要吃 我糖都吃 七哥,切子給你了 哈哈哈 還有誰 來來來來來 謝謝七哥的 來一個這個 哇塞,哇,这颜色真好,这颜色真好 可能回去我给您再发一个曲子,您再看看哪儿需要改 写我一个文字吧 你挺爱的,儿子,儿子 正好说啥呀 我选了一个最黄的 你真不吃 新中国来的 这么多人我真的就不用忘了,我真的就不用忘了啊 我今天坑咔的,我真的是,我真不给您一包 他这不吃是真的,你不想吃是吗 很老练的 不是一般的老练,你看 他就看他真的有点像我小的时候那样 我就真的是就像他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就完全一口全部是大人化了 就看大人化了,就跟我娘说我开始要做生意了 然后很认真 很认真 很认真的跟我说,18岁就要有套房子 那太晚了 现在你可以改了12岁的一套房子 你是新中国联邦的人,你12岁我还建个一套房子 13吧,跟我一样 你看看,你媳妇今天都变成了媳妇 这是谁光是选的,阿子 谢谢 绝对是孩子 你看看 阿哥今天你俩可以从学入寺动房了 我帮你领孩子 你看这衣服啊 这件衣服七哥送给你的礼物今天啊 谢谢七哥 你别买他,他刚赔了钱送给你了 这个阿子绝对是太适合他了 我这个孩子太有信心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新的年轻人看时尚 咱们绝对不一样 差一年都不一样 对 这完全的 你看这个阿子绝对太适合了 这个鞋也配 你看这都是两个孩子的娘子身材那么好 真可以 我每天早上跑步跑一个小时 哇 不容易啊,保护这种身材 只有这么生活的人你才知道这么不容易 哎呀,你别说我这就是锻炼 我今天就大概有十几天娘子锻炼 我今天不锻炼就不舒服 就不锻炼,反而不舒服了 原来就想着点理由不锻炼 现在是不锻炼不舒服啊 特别好 就刚才我跟你说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就是在纽约,东京,伦敦,意大利 一定有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起见点 这个我们未来设计一定是我们的 就像我们这东西一样 就我们这些衣服 你就想想在曼哈伦 你去看所有的售仇 任何一个时尚的集合店 没有一个能达到一个集合店 一个都没有 这不是我们的自我感觉 没有一个 他考虑成本 质量 还有一个他们就是那个样板的单一 他受西方的就是 我们是整个真的是一样就打开了 我是非常 我是可以说世界上唯一的感受 就花几亿美金买衣服穿的 是不是 那这我了 没有几个 就俄罗斯人也是 所有的去那几个店 像那个阿拉通尼 我就是很少买他的东西的 我能买都是比较的衣服 斯大芬·罗瑞奇特制 爱马仕特制 罗伦皮亚娜特制 人家随便一花都几百万美元 你现在那中国人俩有钱 就使得他几百万美元 一次买衣服 说我对衣服是完全是懂的 我可以做不了 就这些东西都都是 真的都是核弹机的衣服 按照人家想想 当年我这个集合训起步 我根本开始 像你的孩子的时候 你看我父亲是什么什么 就是用完的资源 我一直在想 就是我们能信仰执行 信仰执行在这个楼上 就是从这个曼哈顿直升机 飞过去 永远有我们的信仰执行 发出的光 屋里边一点电都不能丢 完全是自认之光 只要占有一进去 那个光照在你的身上 你就真的觉得上天 在覆摸着我 就你那种感觉 这才是我想象的 可以吧 你在这儿了 一定要坚信我们的未来 就是 你要把每一步走上 像今天你给他选这个衣服 这就是你身上最独有的东西 你要把快乐带给别人 你把美丽带给别人 你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快乐和美丽 就像国际的开始 基克拉伙会员 翻身统一文化 所有的基金牌照 所有的专业 全球化 律师团队 金融团队 管理团队 文化团队 然后咱们直播团队 然后这没有情商 想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怎么对待兄弟姐妹 是吧 绝对要真诚 我最恨的就是 是人咬咬舌头 姐妹说 我那开票她一会说 你再说我就把你吵掉 我恨的就是人 就是咬耳都说 你要啥怪郭英勇说的 你要让战友咱们有个 共同沟通语言 这叫共同价值观 我这说给你们听了 其实千万别让战友们 就觉得你的节目 弄了半天感动 抹了半天眼泪一大 这真的是很糟糕 我们要的这战士听到了,我得到了,我看到了 而且战友有一些留言都很好 但是那个有点太拍马屁了,太共产党了 啊,Tanzania,Uganda,发了电报 我一看,你给我太厉害了 然后发了信息,郭先生实在太棒了 我一看,然后马上你那个调子就是 欲哭又止的北朝鲜 肯德文同志 结束了 对吧,是不是你又那死男友 我一看,我一看,在国内交易说 哎呀,你给我做得很好 肯德文同志 结束 哈哈哈哈 比如我唱歌,你看他们几个唱歌就一定会想到 七哥要唱出来,那一喊长得比刘德华强 是吧,一喊比赵岳有强 一唱女的就像比邓云还好 我不是人,我是鬼 是吧 我这个鬼也不会都那么好 我这什么人啊 你们要求他,我得做啥样 我搞几番人,灭共 是吧,然后呢一唱歌,像男的像女的 我不会这么要求我自己的 我不会要求我自己 对我的要求很客观 我就用我自己唱的歌 不管多难听 我最后让技术上达到 让你不难受,难受你得忍着 你可以不听吗 对吧 这个你看待的问题就变了 你看我从来不和别人争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想做歌行啊 我从来不觉得我一定要唱的那么好听啊 是吧 我唱的很动听 是吧 你叫啥 情商是什么 对人性的理解 对事情的感悟的速度 和对事情和物质认识的深层次 人性 他就情商就天生就高 这孩子 他的情商就没办法 情商是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改变 情商改变不了 他是天生的 他是DNA的一部 就是他是父母 比如像我 我家 就你起早一听我唱的 他就说 这才是你自己 那他了解我 我看你很强 使我很 情感很脆弱 很脆弱 这就叫情商 这没办法我也改不了 你让我 你让我在事业一样那么强 我强不进来 我感觉就那么脆弱 你小心他一段眼泪我就难受 那这就情商啊 我要是没有情商 但是他戴眼泪我很舒服 我就不认真 对 情商就是 你对事情的感悟 比如特别是就是你看人 就是要反应能力上 就属于情商 音乐必须是情商高人玩 没有情商人玩不了 不管你怎么想 我一定要处理到底 中国人考虑太多 考虑你的感受啊 他的感受啊 人家怎么看我呀 你就失去了 你控制 这是我的责任 我就说了算 我决定 我说了算 我承担责任 大胆决定 是吧 就像你刚才 就他今天穿的类似 我不告诉你 我是呼噜你 哎呀好看 特别好看 那不是对待战友和家人的 那是对待外人的 我要对待 就是咱们兄弟姐妹 就是咱有话 都是放在前面 背后前面都是一样的人 这就是你慢慢感受的 不是占我便宜 你是 咱是大家的 黑哥你这是什么Size啊 还落泡棒 你难道想想 收我一个吗 这个我买了 这个 我给他买了 你试试这个 The pants for her yeah 他有一件这个 我给他买 你有的 那找一个没有的 你看我没给你选错 你给我选错 我给你选错 我连七个都给你选错 我今天来这种方法 这是败 2败的 2败的 哎呦白色的 我嫌我喜欢 对啊是这个 那是5败的 5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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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的 5败的 5败的 这件真的很帅 哇 这个太漂亮了 这件太帅了 哇 倒的多 这个真的很倒的 哇 还有皮 - 你看我多欣賞了,你就不懂欣賞我吧! - 哇,這個漂亮,這個漂亮! - 哇,cool! - 哇,cool! - 哇,this is really good! - 行了,這個送給你了! - 好了,謝謝,謝謝! - 謝謝,謝謝,謝謝! - 你看我在想你們的活啊! - 哈哈哈哈! - 是吧! - 可以嗎? - 這個,這個,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 真的嗎? - 這個感覺是什麼,你看,就這個一下子這個人, 就很有藝術家的範了, 雖然很傳統的那件衣服,穿的既然有藝術家的範, 因為你瘦,所以說他穿上以後他有垂感, 如果這肚子一挺,就一下子就變成富豪了, 就是土豪了,黑社會了, 這因為你沒肚子,穿一垂他就有藝術家的範, - 哇,這個衣服好像你們誰穿過是吧, 這個還有褶子呢還, - 啊,就是麻的,對, - 好了,然後這個呢, - 啊,這個這個也是有一點點吧, - 啊,有一點點, - 啊,有一點點兒子, - 啊,有一點點兒子, - 好了,可以有症感, - 啊,有こんな樣子, - 後面,你看,攏子後面, - 是吧,哇,自然是... - 哦,真好看嗎, 就是適合你,就刚才说了嘛,不是好看,就是穿着,就是适合你。 一下子找到他的优点了,还是瞎的。 你看他这个控制,他一下给他自己的一个, 而且这个衣服穿哪个都可以的, 拉上拉手,不拉拉手,完全两回事。 你两个过来,你两个过来,你两个过来。 这边,这是今天必须的,因为你要反馈激翻身。 你看,咱们四个来。 这是叫激翻身吗? 就每个人的风采,你未来再过个半年, 你再回头看今天的时候,我每个人一小时以前和一小时以后的, 你真的不一样。 哎,过来,你过来。 你看,我今天也得到你见面,谢谢郭先生。 对呀,你我们都是。 谢谢郭先生。 好吃吗? 太棒太棒。 佛教讲的,人的追求的本质, 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 善良。 善良。 善良叫什么? 慈悲。 慈悲,对了。 还有什么呀? 慈悲的下一个级别是什么? 爱。 爱叫什么呀? 包容。 包容。 哎,你现在需要包容。 这需要你包容。 你就不包容,看到最近。 哎,这是你们没有佛教高人。 佛教里边第一个讲的就是什么?慈悲。 第二个就是智慧。 这是人性中追求最美好的,实际上就是, 智慧就是解决万物的办法和万物真相的手段嘛。 好,那请问大家,如何保持慈悲和智慧? 在你人生当中? 变成更,变成你的能量,修行,升华。 如何做到,让你有找到你的慈悲,找到你的智慧啊? 爱他人吗? 爱他人。 你咋爱他人呢? 打坐。 打坐是什么? 是什么? 修行。 修行是什么? 反净。 这是佛教的基础。 这叫什么? 第一叫戒律。 你得有戒律。 就是你得戒律,我别杀人,别害人,别骗人。 得有各种善恶之分,戒律。 咱今天讲的爆料根,第一个就是戒律。 第二个叫什么? 叫禅定。 就是我自己能在各种事,能控制我自己。 能控制我自己,控制我的欲望。 就是贪真吃万语,我找到他了,我要把他拿掉。 然后再什么?生的是智慧。 智慧又是什么呢? 最后,就是你就修行之,修成之母。 就是跟光和物质脱离了六道轮回,你就修成之母。 是吧? 慈悲、智慧是我们人类最要追求的。 这是本地。 然后要怎么达到慈悲和智慧呢? 就是戒律。 戒律要通过各种戒律办法,然后禅定去修行。 然后呢,达到了我们最高的境界,就是佛主追求的。 就是跳出整个六道轮回。 专业的基本上都不是这样的,翻身。 这个翻身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它是一个那种感情、激情、热情。 这在宗教里的学生叫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所有就是老子道德经理这样一句话, 你喜欢的事情你都能做好。 你喜欢的事情不以它为盈利,不以它为炫绕,不以它为征服别人,你都能做好,这是对的。 关键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做的事情,都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是炫绕的事情。 和征服别人的事情,和获得的事情。 这才是可悲的。 人家西方,为啥能做的是安博斯微波望远镜? 人家做的人真喜欢,同时又有了生存的基础。 两人全有了。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宗教的,中国的老子啊,就是有精神,无手段。 西方是手段和精神全有。 而咱新中国联邦人就是要,我既有说的本事,我有做的本事, 我既有手段,我有境界,咱就牛了。 所以说新中国联邦人是吧? 哎呀,欣老师,你肚子开心啊? 我妈特别开心,那天回家我跟我妈说, 姬哥一见面就说你特别好,我妈激动在场上,就是在滚。 我妈怎么还激动啊? 你妈怎么让你跟姚子没什么? 你妈是屁。 我妈觉得她妈太酷了啊,你是我女儿,你男朋友也不行,你是特务。 你说在国内很多朋友啊,很多战友,看到这一段简直笑韵了。 她说,姬哥我们爆料可能太酷了。她说,家家的娘竟然这么苦。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是特务,我女儿的男朋友也不行。 这不是中国人的风格啊。 就在这儿呢,当然。 我跟老闻笑韩了,她说,发现她踹踹电影了,说既是我女儿男朋友,我也要干掉她。 是吧?这个妈妈不简单。 就是她知道,这个如果你是突然特务,要把你干掉。 所以说,老夫有什么问你家家妈妈,我说家妈妈她有个性了。 就是国内很多战友,这就是既有心啊,就是家家的妈妈就在爆料革命上。 如果你是特务,你是我女儿,你男朋友也不行。 就这个感动了很多人。 你这个踹电影,这很大你想的呢。 你们都不习惯,皮特拿瓦罗在中国人的官员眼里边,那是一尊神。 在金融上,资贡上,还有她写的书上,经济上,那是个神啊,那是。 结果在这块,咱打人家不当个事,你这一脚电影踩断的时候,然后她妈出来了。 要不然这个男朋友,你讲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我觉得她妈太可爱了。 我说的是我人生最有故事的,为啥我有这种感觉,就很有意思。 没事,我不换你,我不换你,没事。 那她问你,让你瘦着这么样,你是戒指减肥呀。 戒指减肥,戒指减肥。 可以。 是吧? 家家,你妈没事了啊? 我妈没事,现在口好了,不用担心。 哎呀,真是,有时候就是,就我这是担心的人实在是很,有点想,咯噔咯噔咯。很难受。 记得这边的那个酒都是375的。 对,都375,对的。你嫂子知道的,她说美国的都不是一斤的。 我是管喝,我从来不管这些气质的。 你知道现在全美国多难搜这个东西。 太难了,不是,我说你几乎做了不可能的事。 我大概几个月前,我让那个宝座去,找了五瓶。 我真的是,我就是我爸。 你真的是地下,我又不让他说。 那美国所有的资源都掉起来了。 你真的是地下。 不,你身材真好,原来咱们就花了一点。 哈哈哈哈。 那天不让人家下长风啊。 那天不让人家下长风啊,那就是什么最漂亮的。 哈哈。 以前没盏子出来,对吧? 你不是这么以前,你要没包了,你一会也没了。 对,没包了。 人家谁在乎你啊是吧? 这个世界上没有,观众是很可怕的。 就是你為啥你愛人,愛人它是你的最好的觀眾 但很多中國愛人就成了一個傷重 它是傷你那個人 包括你可能是你老公你老批評他,老給他建議 實際你再傷他 老公跟老婆也是經常有建議,經常有批評 老是跟這筆那筆去 你是永遠的最好的觀眾 我們新中國聯邦對咱戰友是什麼樣? 不是挖心挖肺,真的是把命都給了你們了 咱們最大的就是真 這幫娃娃那有多low 這都是什麼常委、省委書記幾遍 還有宋主義的,楊嵐,楊嵐 今天我就核實楊嵐,楊嵐去給他爸睡覺 我說我說的對不對啊,都對 就完全是對吧 你看我找了幾個人核實 楊嵐,楊嵐到那會兒去跟這個 楊嵐當時跟這個王敏睡完覺 楊嵐是睡覺前批了兩下 睡完覺又批一下 三個房子那兩下 都是他,宋主義和楊嵐和這個 和王敏睡覺前後不差兩個月 但誰都誰看了,全是曾維和老代和趙文山 那時候你看看就是老代,曾維,田偉,徐明,趙文山 王立軍,幾乎是壟斷了中國的黑道 後來有個王立軍,就是去了江蘇那個 王立軍是王敏給派到江蘇去的 拿了三百萬人民幣 所以說你看就這些人有多日誤啊 你想想那些明星啊 你想想聰主英在隨便 聰主英一個萬就是五千萬到兩個億 睡一覺兩個億啊 兩個億啊 兩個億啊 這他那些明星啊 太管用了,你說咱信聰不來嗎? 麻煩那幾萬人還賠錢呢 人家就這麼一叫也估計也就是三十分鐘 咱就給他使勁的吃海果完了一個小時 今天一分鐘多少錢啊 六十分鐘除以兩億多少錢 四百億的這個房地產項目 四百億的房地產項目 四百億怎麼也得賺個四十億吧 四十二億除以六十分鐘 幾乎一小時一分鐘一個億了 這GDP算不算呢 實際上那一百個 宋主英就等於投資了是吧 就是老代給他的女朋友買東西 很多買了買就造假了 趙文山當時就是 就買了假愛馬仕啊 假愛馬仕他讓你去 我跟你出兩場戲 你如果弄上一千個什麼假愛馬仕腰帶啊 一千個假包還就送人家 行啊 是吧 你們現在都學會了吧 啥叫新中國聯邦你們都學會了嗎 真假的 這個宋主英那個 跟王敏睡覺 對吧 歲數四十二億GDP直接 你說這真是多可怕 中國老百姓會懂嗎 嘉嘉媽媽 我發現你真跟嘉嘉 他倆真是啊 太像了 太像了 嘉嘉現在是第一模特兒 太過王了 超級厲害 超級厲害 真是超級厲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知道 我就讓他一直還這樣 你還說 哎你來你怎麼會來啊 今天七哥看 哎我還不好意思 今天七哥 我說這個樣子 我說 哦我這個行銷 我說不好意思 我跟你說 你可能真的 我希望每個戰友都穿的 就是有咱們行物聯邦去特色 但是我看戰友 說實在話 我看戰友 真的是 到了另外一個性格 就我看戰友 這種氣息啊 感覺啊 就真的是就有點神的鬧刀的感覺了 就不敢氣酷 就是有的人 就我一下子就能感受 追尋名後的時候就感受 嗯 就是很多戰友在這個見面上說 我的身體反應幾乎最真實 就真的長短 就是 你看長短 我跟他這個近啊 你看你記上就別 你那個長短 我估計啊 給你兩刀你都是喜歡的 他知道我對你們的性質 就是這樣 你記上了 我對一般男人 我看了眼睛的時候 我就直接 我來錄你跟著 你這個有 郭先生和你媽 我給你錄恰的 我看不上去 你去你去 我給你錄 但是他知道 我是這戰友的這種情 他就有感受 哎 這誰呢 佳佳在這兒呢 佳佳 這誰那個 佳佳 多人在一起 啊 哎 前天 前天 哎 前天 賓嫂在火堂那邊 剛吵了 你起早就說 然後就在說話 我說 我不屬於你的 你起早看過 我知道你不屬於我 看起早的臉 我說我是屬於戰友的 他說我從來沒覺得 你是屬於我一個人的 然後你起早說 但是你也立不了我啊 是吧 我不敢聽 你起早就很認真的 太好了 然後回到房間 我就聽到房間就 但是 我是說實話的 我必須跟他說實話 我說我不可能屬於你的 因為這很敏感的話題 金瓦也在 文修也在 就那天 就很很很直接的對話 然後回去以後 他回到憨那邊去了 憨那寶雕我發現 郭太回了關上門 在屋 視乎在屋 但是他不是反對的啊 但是我這就這麼實話實說 就我最戰友 我說我不能騙你 現在最大的效果是什麼 穿到積翻身的戰友 絕對對積翻身重新理解 而且積翻身這個活動之後 所有積翻身投資者 對戰重新理解 而且所有的現在 意大利的團隊 對戰積翻身和戰友 絕對重新理解 就在短短的兩三度的時間 就是你的行為就是結果 你七個每天都面臨這種 心理的實際上的挑戰 但是我們戰友們 最重要的是咱家 咱別丟人 就我在前面坐這兒時候 你被他橫邊炸刀子 放血 是吧 這回這個積翻身這個事兒 就是這樣 你輸了 你就是放我的血 就我跟他要錢的時候 你在後面丟人 是吧 這回家家家媽媽來 咱所有在紐約的家屬 都讓他來 就我們要展示的是什麽 是戰友的力量 絕對這一定要記住啊 不是戰友 就常常我跟那個 在那個就你的小視頻 你看你給我 我馬上發 結果他們很多人都有 但你知道你直播他們全有 他全都是很關注的 就咱們這要展示的是戰友的力量 末日來的時候 我們戰友的團體也會解決 你想想這洛倫皮安拿的料子 現在 你看我選的料子 基本上每一額都是 68歐到200歐 我去這幾個牌子 沒有一個我看到的材料 超過20歐了 就那個剛才我露那個皮子 那看到了嗎 因為那個 咱的是A 他的是C 差了很多錢啊 然後呢 他那是多少錢 6900 9800 9800嗎 他給發那個 是699 9900 6900是吧 這太瘋狂了 太瘋狂了 他價格是我們訂的雙倍 那一來一去 不是你不是說他四倍好不好 咱戰友買了你是多少錢啊 咱買那個愛馬仕的 你看 就這個棉袋 你都不知道火到啥程度現在 很多人在問我 我真的 我沒有任何興趣讓這人買我們衣服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們買我們衣服 我一概不理 但是每個人都問我啊 你買了什麼買 我都不搭理 朋友說我們要買100件 搭都不搭理 料子真的是很棒的 就我想起很酷的東西 然後BV的幾個綠色的 他的綠色就一下就贏了嘛 但是看咱的衣服 他就覺得這人他羨慕死了 就咱穿這衣服 就跟他們再見面的時候 就已經自信到不行了 所以他們都是便宜 你看我剛才選的褲子 他最肥是褲 都是三歐之前的 我說你這個成本料子 他說三歐 三歐 今天開這幾個會 全世界的五大品牌 我也就是兩個小時開玩 而且所有的秘密的樣板 我材料都是讓我看的 我就今天就兩三小時 是你們可能一年兩年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我讓我能看到明年流行 後年流行什麼 這都是全球都一樣的 什麼各自的顏色 選用什麼料子 都看完了 然後所有人都給我選了一些東西 但是說實在話 真的是 現在咱是站在他們太高了 但有一樣東西我們要學習 人家標準 這就是長長哥在這給大家帶來的 就是讓大家幹事要有標準 你沒標準就完了 你看人家誰拿東西 誰說話 誰給你展示 誰給你打開房間 包括我約了人 約了人一會 郭先生你到這麽來一下 把我領洗手間去了 領洗手間很大的 我剛拍的視頻 你看到很大的 就在那裏邊給我那講 然後就我們倆 在本來裏邊擔心 這倆人跑洗手間 擔這麽長時間 但我告訴他們 我們就是來開會的 就是講這些事 接下來的事 講完人家兩口子 你走了 我繼續在那開會 這就是麥哈頓 這麽牛的人 約到你上了二樓 在VIP間 直接帶你進去 就到洗手間 從洗手間 談完就走了 是吧 這就是經歷啊